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财经 美股会不会进入熊市 大概率是不会的 加息预期降温后 美股将再度起稳 首先 只要美国不再重新防疫封锁 经济出现超预期大幅下行的概率仍然不是很高 此外 2016年初与2018年底 美股调整后 美联储立即调降了加息预期 随着货币政策态度转割 美股也逐步起稳转涨 当前极为强烈的加息预期 反而可能是美联储的筹码 一旦市场出现较大的下行风险 调降加息预期就能达到安全电的作用 缓解市场压力 从指数上来看 如果标普白指数被赶到了4500点以下 短线该点以下几乎没有太大的支撑 对于技术派 事情可能会变得很棘手 除了疫情 本周将是市场重点关注就业状况的一周 周四将发布的截至11月27日的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报告 周五将发布11月非农就业报告 鲍威尔等人将在12月14日至15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021年最后一次会议前的揭末期开始前 表达他们最后的想法 这会让市场非常关注 这个安全电是不是会提早到来 最早是在周一 不过周二是重点 鲍威尔与财政部长耶伦 一起将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 就美国经济在疫情的状况发表证词 其他方面可以关注房价指数 11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再来说说原油 作为周期和化工之毛的原油也跌了12% 仿佛恍惚间又回到了2020年4月份的美股 周期化工类的都要小心了 这次美国 英国 印度 日本释放原油储备 本质上是加大市场上的原油现活供应 重新拿回定价权 这是定价权的争夺 但这种反OPEC加的联盟 如果走到极端 那么对美国总体是不利的 因为本质上 美元的基础之一是石油美元体系 任何需要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 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 而现在从趋势上来看 放弃美元单于货币作为结算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还在加紧对OPEC加各国进行施压 想要拉抬油价 最简单的方法是制造军事冲突 但要打压油价只能搞风化 例如阿联酋和科威特 针对美国为首的反OPEC加的联盟 OPEC下周将召开会议 在这些消费国携手释放总量 接近一亿桶石油储备的背景下 在新变异病毒制油价崩盘的状况下 OPEC又多了一个放弃增产的理由 这里阿联酋和科威特的态度是关键 目前的表态是将完全遵守OPEC加联盟的决定 摩根大通表示 由于欧洲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不断增加 OPEC加可能会在明年第一季度暂停增产 拜登会如何应对呢 本周OPEC大会扑索迷离 这里多说一句 美国股市和债市也是美元的基本盘之一 美国股市总市值约45万亿美元 相当于全球的45%左右 美国的债券市场规模更大 这也保证了美元的基本盘的规模 所以保住了股市 债市 也就变相保住了美元 资本正在给欧美防疫政策定价 白宫也加入了欧盟 英国 新加坡和日本行列 宣布从周一开始 限制一些非洲国家的航班 好消息是 第四针疫苗已经开始在研发中了 辉瑞莫德纳宣布 将推进对新变种的加强针 最早可能在2020年初可供使用 第五针疫苗也在规划中 两家公司正在试图研究出一种 可以同时防止多种变体的疫苗 反正药不能停 人类经过快两年的磨练 抗恐慌强度也大幅增加 最差的情况 无非就是2020年的情况再来一遍 所谓的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如果防不住 大不了继续躺平 不过呢 有种现象开始升温 南非政府开始自责 自责的重点不是防疫不利 而是自责这次发出病毒预警太草率了 导致目前被各种针对 他们觉得自己国家因为及时预警而遭致惩罚 甚至更多的非洲卫生官员也强调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目前全世界都在针对南非 对于南非的旅游业 甚至是全非洲而言 打击是毁灭性的 这种论调将来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 即这次以后 这类国家发现另外变异病毒 或许会变得毛手 或许变成新病毒滋生的温床 南非医学协会主席 最新声明已经改变了说法 新病毒竟导致轻症 没有明显的综合症 短期而言 医疗相关板块的景气度会被延长 做短线的可以关注 至于其他板块 特别是好的科技龙头股 真的大跌下来 大胆抄底即可 马上到月底了 每个月的月底都有月底的效益 一些短线资金和机构资金 有一个结账的诉求 到了12月初还有一关 这是国债上限的问题 估计好多人都忘了 上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将联邦政府的债款限额 暂时增加4800亿美元 允许临时提高债务上限 直至12月3日 现在 一轮又发生了 敦促国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 采取行动 如果国会到了12月3日的 临时提高上限截止期 仍未冻结或调高上限 美国又可能面临重大的危险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路 但市场就是喜欢这种套路 面不了又是一番颠簸 即使大跌也应当是12月的提前预演 后半段 当我们接近圣诞时 市场往往会恢复 但从整个资金面考虑 后面即使有强力反抽 也应当是一种宽幅震荡模式的反弹性质 所以 想参与的就做好仓位防护 不想参与的就倒头睡大觉就行 初步数据显示 今年10月26日 黑色星期五零售店客流量 比2019年黑五下跌了28.3% 原由是 美国人在年末节日购物季 更多地在线上花钱 并且更早开始消费 同时 抢劫案和疫情 让人们更加偏向线上消费 罪犯真的太嚣张 旧金山亚裔退休警察 为了保护记者 在镜头前被枪杀 警察没有来得及逮捕任何人 但给出了新的安全指导方案 安全专家和执法官员一致认为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是一系列打砸抢盗窃案的幕后推手 只要支付500美元 就能雇人偷价值数千美元的产品 500美元是固定收入 其小费还可以自己保留 一些商店在过去一年里 至少被抢劫了三次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零售商的利润 也让商店员工和顾客感到恐惧 店员处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而选择了辞职 对于店家只能加在成本投入 例如加工资 提升安全设施 减少开店的时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焦点商家 先来看第一家 Nordstrom 股价在财报后的两天内重挫35% 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三季度公司第三季度利润 为6400万美元 每股收益39美分 预期是56美分 这个显然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轻视了利润和销售 第二个原因 是公司维持本年度收入升幅35%的预测不变 但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36%的升幅 主要是Nordstrom Rack品牌销售业务 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显示公司目前促销不利 即使两个季度连续促销活动 但业绩整体表现仍落后于同业 叠加媒体不断报道公司商店被砸被抢 投资者处于恐慌抛售中 回顾上个季度 同样在财报后大跌18% 目前 Nordstrom是唯一一家未能恢复疫情前销售的美国大型百货 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令人失望的表现 与竞争对手梅西百货和克尔北货形成鲜明的对比 后者财报后提高了年度预期 唯一的两年是 公司库存有所增加 这种增加公司解释时提前备货 或许四季度会利用市场库存紧缺环境 提高价格同时减少促销活动 尽可能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购物者 同时合理调整库存 股价来看 这只股票现在短线只能博反弹 并不适宜抄底 短线有继续下探的可能 如果持有期超过三至六个月 可以尝试18至20这个价格区间 中长期还是比较乐观的 机构方面 分析室的观点也是比较分裂的 两个买入两个卖出 总体为持有 12个月平均目标价格为29.64美元 这个仅供大家参考 下面再来看最近表现良好的媒系百货 最新的财报表现不错 其收入与疫情前采集相比增长了5.2% 这是与2019年同期相比 第二个获得增长的采集 同店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8.9% 此外 媒系百货提前偿还了16亿美元的债务 媒系百货的成功之处在于电子商务 公司在该领域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 在截至10月31日的季度里增加了440万新客户 这在两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8% 电商销售额占媒系百货第三季度总销售额的33% 金额比2019年同期高出了49% 对在线业务的投资也使媒系百货的实体店成为更有价值的资产 在最近一个季度 在媒系百货有实体店的地区 在线销售额是其三倍 网上购物更方便 但一个缺点是退货过程 在附近有实体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摩擦 因为顾客觉得他们可以在当地退换商品 就媒系百货基本面而言 只能说不错 不能说太好 今年该公司预计电子商务销售额将增长9.3% 而实体业务销售额将比2019年下降16.3% 所以就业务层面来看 并不值得大输特输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 管理层表示 正在考虑将电子商务分拆出来 因为电子商务业务 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可能会增加对于公司整体的估值 财报之后股价飙升 很难确定国家上涨有多少 是由于谈论分拆或最新财务数据所致 但大多数情况下 是典型的买消息卖事实的操作 那个时候追高是痛苦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公司管理层也在卖出持股 进行类似的操作 有分析师认为 媒系百货的线上业务价值 可能接近400亿美元 这个数值是参考媒系百货线上销售额 以及参考其他几家电子商务企业的 平均估值水平得出来的结果 目前 媒系百货的市值是90亿美元 所以一旦拆分 对于公司的股价是有比较好的正面的意义的 激进的投资者已入股媒系百货 并敦促该公司尽快分拆电子商务业务 他们认为 将来媒系的市值可以至少达到150亿美元 目前的最新进展是 公司已着手评估其电子商务业务的分拆是否合理 但还是在评估阶段 目前还没有提供分拆在线业务的任何方案 估值来看 媒系百货并不贵 现金流 市销率都还算合理 激进派可以考虑28至29这个位置 保守派可以考虑25至26这个位置进行埋伏 考虑到未来的拆封可能是一个机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其实在市场长久生存 经验和技巧都不难获得 但定力和纪律难以培养 这是最难的地方之一 市场阶段性太难 应对的办法也比较简单 不要在动荡中追高 也不要在绝望中割肉是基本要素 100倍估值以上的时候多想想鬼故事 成长股30倍以下的时候也可以多看看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